謝龍介的那句話 慢慢看 看會怎樣 有一個線 慢慢看 你就看得懂 民進黨到底在搞什麼 這三個人 我是民進黨或是蔡英文 我怕怕 一個叫韓國瑜 這個影子還沒看到咧 連聲音都沒有咧 聽說臉書發幾篇文章 討論度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我討論 你去看看其他綠色電視台 是不是也在討論 絕對是 不用轉過去看 不用 你等著看明天的報紙 是不是一堆人在講 沒錯 他有聲量 不管對民進黨來說 是好打的目標 還是難打的敵人 總之你有聲量 我能不讓你出頭就不讓你出頭 所以很多人講說 民進黨很希望韓國瑜出來趕快出來 你目標可以打了 我不認為 大家去想一想 台灣人沒有那麼笨 一樣的狀況 同一個人你再打他一次 行得通嗎 再賣芒果乾 拜登現在都已經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你中國的事情 你中國自己處理 你港澳台的事情 你維吾爾族 什麼西部山區的人 你們自己處理 中國大陸你自己處理 你沒有處理好 國際社會會譴責你 但我不自會 你覺得這個芒果乾 這個美中台 關係深恆的變態 變形 悄悄版 民進黨還玩得下去嗎 我不這麼覺得 趕快打啊 打到他棒打出頭鳥啊 你有沒有玩過打地鼠 哪一個探出頭鳥 哪一個都打下去 韓國瑜一個 再來就是彭文正 馬英九 法律才是最可怕的國家機器 來 我要給大家 講到下一張韓國瑜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韓國瑜的影片 剛剛兵哥講到了 關於這個 付出公益活動的事情 那陳市長 在網路上也PO了影片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韓國瑜 非常感謝這麼多好朋友 一直都在關心國瑜 事實上 國瑜並不敢忘情 所有好朋友的關心 也希望 把這一份熱情 轉化 持續關注在所有不同 台灣各個階層的民眾身上 我知道 我們一定要努力地去做 就像我過去曾經跟大家 說過的一句話 莫忘世上苦人多 不同的庶民 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民眾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所有的處境與環境 2021年2月20號 韓先生來敲門 我們主要的目的 是要敲開 所有庶民溫暖良善的大門 讓我們一起充滿了感恩的心 讓我們的生命更加豐富 凝聚各種溫良善良的力量 讓一支一支 一點一滴的微光 變成巨大的太陽 謝謝各位朋友的關心 韓國瑜 感謝您 也祝福您 哪位啊 我是韓國瑜 你韓國瑜 我蔡英文啊 接到電話 馬總統打來 喂 你是哪位 我是馬英九 你是馬英九 我是陳水扁 拜拜 2月20號 韓國瑜來敲門 所以觀眾朋友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說 韓國瑜要來敲門 會敲我家門嗎 你可能想太多了 好不好 要敲也先敲我家門 欸 有意思 韓國瑜他拍了一個影片 那顯然啦 這段時間 關於他付出的這些消息 這些傳聞 甚至已經有開始對他抹黑 民進黨用法律開始打壓他 好像並沒有影響到他 想做這件事情的這個 興趣 對 或說決心 這個影片 熱騰騰剛出爐啊 這個其他政論應該是 其他電視應該看不到 政黨發揮一波給你看 來 小心 這個其實在這個影片上傳的時候 韓市長也在上面有一段文字嘛 就是說這個秉持他這個 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麼同時他的那個 前面那個banner 還有大頭帖也換新的 所以感覺是給一個 這個嶄新的氣氛 不過呢他也特別強調 下面有一個hashtag 這不是起手勢 各位 不要再起手勢了 這是起腳勢啦 三天一大棋 三天一小棋 五天一大棋 大家不要用 政治上的揣測跟聯想 而是說 在這麼多的政治的紛擾裡面 過去呢 因為在政治上呢 政治就是一個你死我活 很多人為了自己的利益 就像佑正剛剛講的套路一樣 就會用很多的方式去給他貼標籤 然後去抹黑他 為什麼 因為要去搶那個政治的位置 所以大家都其實沒有辦法看到 這個一個真實的 韓市長他的關懷 所以呢 在未來他在這個公益的路上呢 拋開了這個無謂的政治上面 權威的這個揣測跟紛擾的話呢 大家可以真正看到一個 我覺得是真實的溫良的 真正在關心民眾的 一個真心的這個韓國瑜跟韓市長 那也會去證明說 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長達半年對他的很多政治上的揣測 其實我不要說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但是都是用比較低的格局 在去看待真正的他 所以人家說明天 我修正一下 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就是 little guy 小人 對對對 所以呢 這個明天說這個2月20號 韓國瑜來敲門 所以就很多媒體朋友打電話來 問說 是不是明天要發行程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那也有可能 但我不確定 也有可能是說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韓市長可能就已經有在做一些 從影片看 有一些公益的關懷 那也有可能從明天開始 有可能會在平台上面 陸續的揭露或者是公佈 給大家知道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把真正我們還是對這個世界上 這個貧弱之人 還有不正義的這些現象 我們來做去關心跟關懷 我覺得這都是一件好事 非常好的事情 剛剛又正提到這三個 那個官司 我很有感覺 因為最近我回高雄 就是因為 那個高雄黨部蘇記長 傳了一個圖片給我 我又被人家告了 你又被告了 而且還寄到這個高雄 還要我去高雄的警局去拿 你知道嗎 就我為了這個東西 我要特別跑一趟 去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那個開庭的事情 我想我們都有共同的經驗 我們還一起開過庭 什麼共同的經驗 所以人家說 要坐我旁邊 所以我們在這個特別的時刻 在這個濫權的時刻 人家就說 你的罷免是報復性 其實它是一種制衡的工具 你真正什麼叫報復 你對馬總統這個樣子 劈里啪用一堆假案子 或者是根本不會起訴的案子 去煩人家 我覺得這才是折磨跟報復 而且就在今天的 綠色的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還有綠色的立法委員 都還在調侃韓市長聲援 這個馬總統的這個臉書是什麼 說韓市長果然就是什麼 就是說不求聖結 連這個都不精準 馬總統哪有幾百案 聽來我就告訴你 就是287案嘛 所以是你自己 沒有把東西弄清楚 還用這種錯誤的印象 去批評人家 尤其是我們在高雄的時候 什麼三平高粱啊 你這樣講的 王小姐 小三 最後沒有一件事情 證實的 那也就是真的 這個法院如果不起訴 不代表你講的不是謊話 只是他覺得你這個是可受公平 不代表你講的是對的 所以我最討厭就是 有一種新聞叫做什麼 一旦不起訴 就是說法院認證 他有小三 法院認證 他有喝過酒 法院認證他睡到中午 我絕對是不認同這種 錯誤的法律觀念的 人家只是說 給你一個言論的寬容 但是在道德上 如果你講的不是錯的 而你知道後來不是事實 你就有道歉跟澄清的責任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負責任的言論的社會 免得啦 負責任言論的社會 在現在台灣這個社會 你講實話就會被告啦 說謊話都沒事啦 四十萬四十萬 對啦 陳之中他有四十萬啊 衛福還錢 恩私利還錢 你那個牌子都做好了 你下次要記得拿出來 對啊 今天不是要拿牌子 給他牌子給我送進來 來兵哥 等一下 我比較好奇兵哥 怎麼看剛剛韓國瑜這個影片 我還頗有感覺的 一整個韓式作風 韓式風格 其實你知道嗎 我印象最深刻是什麼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話 韓國瑜看到的人 像一般 就是不管是馬英九也好 或是蔡英文也好 或是陳水扁也好 他們大部分跟人家握手 都是這樣 這樣子 稍微這樣 可是韓國瑜一定永遠是這樣 對 他是整個腰都彎下來 然後兩隻手一起這樣合過來 我覺得是他一個很特殊的個人風格 當然這個沒有什麼好壞的問題 這就是他個人喜歡這樣做 展現他的誠意的一個方面 那實際上我記得那個時候 韓劉正在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剛當高雄市長 然後不是發紅包 一般發紅包都這樣發 對 他是一個一個的 對 一個一個的發 他那時候不在摸小朋友的頭 對 然後一個一個蹲下來 只要是小朋友 他一定蹲下來 然後跟他拿來去摸小朋友的頭 他是每一個都有注意到 這是當時我對韓國瑜最大 因為我跑新聞跑二十幾年 我看過太多的政治人物 大部分這種所謂發紅包都虛應故事 新年開了 新年開了 有時候都麻痺掉 那我跟你講韓國瑜更厲害 就是有人重複排隊 他還認出他 我覺得最厲害 這一點真的很厲害 表示他真的有用心在記一個人 然後這樣我就沒辦法 我現在用心也沒用 因為我臉盲 你知道 我看很多人都看得差不多 我沒有認得他的幾次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誰 這就是韓國瑜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他做這一段 其實我感覺 他會不會給人家更多 不管是敵人或是朋友 都更多想像的東西 一定會 一定會 我相信綠營那邊 從下個禮拜開始 他們一定會炒作 韓國瑜要付出了 他講的付出 絕對不是公義方面 絕對是政治方面的 絕對是說你看 這個就故意的趙少康 我模擬一下 趙少康根本就只是幫他來打前鋒了 對煙霧彈 他真正要回來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要回來搶黨主席 一定是這樣講 百分之百 我跟大家保證 那老實講 嘴在人家身上 我們也不能叫人家不要講 就讓他們去揣測吧 這個東西不重要 我跟你講 就算他一系列 做出很多慈善活動 公益活動 假的啦 說好的 怎麼可能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中天在做很多 我記得就你採訪他很多 說那些都是假的 對 說什麼我們say好的演員 是 都說演員 後來人家很特別拿 我記得有人拿身份證出來給你看 對啊 我們那陣子在戶外開講還說 是啊 大家把身份證拿出來 證明你是高雄在地的人 請把身份證拿出來 台南在地身份證拿出來 所以大家請放心 這些流言蜚語 這些惡意重傷 一定會存在百分之百 搞不好說這些全部都是演員 這是韓國瑜 特意花錢錢人家做的節目 一定會 剪頭髮那個也是假的 旁邊這些志工都假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種話就讓他們去說吧 沒關係 重點是無愧於心 韓國瑜要做的就是 你真正把你的愛與包容 要真正實踐 不管你有沒有當總統 有沒有當市長 你就是為了你自己也好 為了台灣這個社會也好 你就是去努力去實行 你就去做就對了 對我相信你這樣做 長期耕耘一下 絕對會讓這個社會有感 我不相信台灣的社會這麼冷靜 因為過去很多人是被誤導 去用抹黑用造謠的方式 去把韓國瑜塑造成 像個惡魔一樣的人 可是我們都知道 韓國瑜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很簡單 我覺得就讓韓國瑜好好去做 至於外界重傷這些東西 我也請大家觀眾朋友 你們支持他的話 也不用忙著去辯 也不用在網路上跟人家 罵戰幹嘛浪費時間 人家沒給你通告費 也沒給你稿費 你花那麼多時間幹什麼呢 重點是 你要我們現在要幫韓國瑜 一起傳達正向的能量 因為他既然選擇做善事 你們都是支持韓國瑜的人 那你們也要選擇做善事 甚至我希望就是 韓國瑜做善事之後 大家要共同響應 既然韓總一聲號召 一直穿雲件 對不對 出來大家也要跟著一起做善事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整個 正能量帶起來的話 整個台灣才會真正翻轉 這才能夠達到韓國瑜真正想要 也是我們大家才想要 來趙馨 2月20號開始 所以明天要去哪 麥搞公平不知道 沒有我剛剛講過啊 說不一定是有行程 剛剛有媒體朋友來問說 可是總是有個地方去吧 有可能是你看到他的那個影片 有可能是過去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有做一些這方面的事情 有可能明天就是陸續的告訴大家 說這段時間做了什麼 也有可能是在未來就會慢慢的來做 所以我認為也有可能是一個 系列的影片 OK